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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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we it to yo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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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we it to you 大家好,我是肥源茶莊的品牌总监 也是创办人,黄兰肥 其实我从小就是我把了茶桶 所以我对茶就有一份很特别的情感 那我所学是服装设计 我曾经开过五家国内很知名品牌的服装装卖店 我将我所学的服装设计的美学概念 时尚概念我要运用在我的茶业的世界 从专业的领域进入 我一路从台湾的茶道师初阶中阶到高阶 到台湾的品茶鉴定 我的第一站是大鱼岭 全世界最高乌龙茶 的茶区指标 海拔两千七百公尺 我是从最困难的地方入门 我的一个理念是我要做一个品牌 它是一个让人感到安全安心的茶业品牌 我们肥源茶庄都是器座 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每一个茶楼都是 跟我们配合很久很久的 我要怎么去告诉消费者 我的茶很安全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采收送检 我们是从一路的两三百 一直到现在的将近六百箱 我不用告诉你我的茶有多好喝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的茶很安全 我不走传统的路线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店内的橙色也好 还是我的每一项包装也好 我都把它当成是一项艺术品 在创造 简约就是一个风格 我没有要太多的颜色 太多的花样 但是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呈现我的包装 任何的一个细节我都很在乎 我要让人舍不得丢弃我的包装 我是一个佛教徒 我唯一的法师是儒治法师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知道茶来自于佛事吗 那有一个祈福的概念 让你上完香礼佛之后 他给你一个喝平安平安茶的一个概念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就浮现了当时师父说的这句话 我在想我要把20年前的这段话 把它付诸在我的产品设计上 那我就希望我能够帮消费者 去传达这一份平安的概念 祝你平安一生平安 其实最终从一开始到现在 甚至到未来 无论还有几个20年 其实我要传达的一个观念就是 你在当下看到匪源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是一个安心 你可以安心地喝下匪源的每一套茶 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 茶叶的安全交给我 你放心喝茶 那我对未来的展望也一直没有变 我的心愿很小又很大 我希望匪源的茶叶 可以到达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